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集跟大家講的東西就是關於飲飲食食 為什麼會做這些飲食節目呢 跟大家講一下吃了什麼有什麼好吃 因為我見到上海的人民現在在這個封城下 相當之艱難相當之困苦 在食食方面都有一些困擾或困難 我很感恩 原來自己有這麼多食物都很開心 我覺得我們要珍惜現在能夠吃到的食物 所以決定做一些飲食節目跟大家開心一下 分享一下 感一下恩 逐間講一下 我有幾間想講的 這一間是食漢堡包的 就是石門的糕砌 是一個網友IGDM介紹給我的 攬事員之前我做過一集節目 就講過我吃過幾塊水的漢堡包 我就說很好吃 但這個網友就覺得 不是呀 我吃過這間石門糕砌都很好吃 所以他就介紹我去吃 我也拖了一段時間才去的 因為石門對於我來說 其實是有點吊腳的 雖然雖然都算是近的 因為在賓景花園後面 我就住在近沙田那邊 其實都近的 但是很懶惰釣軌 搭車過去就很懶惰 我在賓景花園落都要走一段路 所以其實我很少說去石門那邊 除非真的要找朋友才會過去 但是這陣子我沒有什麼朋友在那邊 所以我很少過去 但是我那天都低起心肝 過去試一下 那個網友那麼堅持 說好爛爛爛爛 好爛爛爛 OK 我就去試 因為他不只DM過我一次說這件事 我想應該有兩三次 我就去吧 去到 找了一陣 好有趣的 他就不是自己一個人租一個舖位 我本身以為這些吃漢堡包 小小間 我猜他可能在石門京瑞裏面 原來不是的 原來他是在那條隔離街 即是京瑞對面的 是一個地鋪來的 他又不是自己一間 他是好像三間店鋪一起租一個店鋪位 好像有一間 我忘記是茶星人還是茶滋味 就是喝茶那些 接著一間是吃泰國野 另外一間就是他 就是這間夠齊吃漢堡包 他很過癮 他可以給你選醬 選料 好像車仔麵一樣 感覺有點像車仔麵 可以選不同配料 選不同的醬汁 我自己就選了一些很簡單的 因為他又有炒蛋 有什麼黑松露 有什麼煙肉 我又不用吃那麼膩 本身那個漢堡包 就只有兩塊包 接著是加豬柳 或者那塊叫豬漢堡 他沒有牛吃的 它是豬漢堡 多多肉汁 好多 好多大塊 其實你吃那塊已經飽了 但我也加了一些配料 我又加了番茄和洋蔥 即是加一些淨爐 因為有些太過巧 或者太過漏的 我又不想吃那些什麼醬 炒蛋 我又不知我不好吃 所以我第一次吃 我試了這個加番茄和洋蔥 番茄其實沒有什麼特別 但洋蔥就很重要 洋蔥應該是有炒過的 但他炒得來 他又不會炒到太熟 不會炒到軟 但是又不會太生 是剛剛好 所以他的洋蔥很棒 我叫了這個燒烤醬 即是他有幾個醬汁給我們選 但我已經忘了 我見到燒烤醬 其他的那些 不知道好不好吃 燒烤醬正老 結果我是買了外賣回去 因為那裡是沒得糖吃的 而且我也沒得糖吃 而且麵包是很大的 我叫了薯條 其實薯條可以不用叫 只吃麵包也夠飽 還有薯條沒什麼特別 薯條不是特別好吃 也不是特別難吃 這間糕妻 但麵包是一粒流 麵包我拿回去 我娘都還未能衝 回家就馬上洗手 馬上吃 那些肉汁是無論的 還有那些洋蔥和燒烤醬 還有那些洋蔥和燒烤醬 簡直是人間美味 是無論得輸的 這間餐廳我是會翻出的 即使他那個位置很難吊腳 即使是偏貴的 因為我們兩個人吃了一百三十幾元 是買外賣的 是貴過一般的漢堡包店 其實不是很難貴的 還好便宜過我吃的 但我覺得是OK的 是值這個價錢的 我想他應該貴過Mose Burger 可能貴十幾二十元 我覺得是OK的 可以接受的 還有他那個位置 是很難吊 但我都會照回去翻桌 大家可以有機會去試一下 這個石門的救濟 OK 接著呢 講第二間 這個是一個緣分來的 很近期的 我不記得好像是昨天還是前天 這一個 YONICA 即是YOYO 阿拉斯拉 和Sika 他們的粉絲 搞聯合應援 在佐敦 這個好像是吳松街 在一間店舖裡 搞應援 有了紙牌 放了他們的應援物 在餐廳裡面 好論不幸 我是沒有打針的 所以我是無法去 即是進不去 亦都是 不能訂位 去吃 但是呢 我都有去參觀 在門口那裏 釣一下 看看 布置多漂亮 等等 那呢 我在門口那裏 就是看了一陣 拍了一些照片 就走了 接著呢 我又沒有工作 那我就搭了車 去深水埗 走走走這個西九龍 那這樣走走走走的時候 走完呢 就經過 真的打算回家了 那經過呢 見到有一間 我不知道他是巴基斯坦人 還是印度人 因為我都不太分辨 因為他好像是巴基斯坦 但又好像是印度 OK 那他吃些什麼呢 就是吃些咖喱 吃些什麼雞卷 吃那些薄餅 那樣的 即刻即場在那裏 即場煎給你吃 那間店呢 就在西九龍中心的隔離街 就叫做 赫爾米雜 可能你走開那頭都知道 那他有芒果汁喝 那些芒果汁是OK 一支支的 應該是巴基斯坦 那些芒果汁挺好喝的 那但是呢 那些咖喱呢 是很難吃辣 OK 是辣到我吃不到的 對 所以我就一般的 咖喱 那但是呢 他那個烤餅 他那個 我不知道算是披薩還是烤餅 是一流 你想想什麼 雞肉烤餅 羊肉烤餅 然後他有一個 叫做香蕉烤餅 嘩 那個香蕉烤餅 你真是無論得輸 他新鮮烤餅 你想想和你煎好那塊餅 他馬上開一條香蕉 切下去 然後包起來 那塊餅是很熱的 剛剛新鮮煎好 那些呢 那些香蕉就冷的 嘩 然後包起來 你拿進去紙袋裡給你 他融了那些香蕉 好冷香 然後呢 那些香蕉融了變成一塊塊 好不得的 他融到好像芝士 黏著那塊烤餅 一咬下去 嘩你老母 臭氣 真是無論得輸 真是好冷好吃 是人間美味 而最冷靜是什麼 這個烤餅 這個香蕉烤餅 又要煎烤餅 又要嘩你老母 放香蕉 又要把它包起來 然後又要讓它融在一起 大家猜一下 賣多少錢 嘩你老母 只是20元 是20元 嘩你老母 好冷抵 但是那些什麼雞肉烤餅 那些是15元 反而香蕉是更貴的 因為我看應該是 雞肉烤餅那些 它不是新鮮做的 它是整定一塊塊 放在這裏 包好 然後再看熱給你 但是香蕉烤餅 因為可能是水果 即刻做 所以加5元 但是我覺得20元都好冷靜 20元去吃到這個香蕉烤餅 真是一冷流 大家有機會 去開深水埗 去開西九龍 一定要去隔壁街 吃這個哈爾米雜 不知道是巴基斯坦還是印度 它有咖喱 有雞卷 有他們的小食 但我覺得這個烤餅 香蕉烤餅 是一定要試 是真的很冷靜 我之前在泰國吃過那些類似的東西 但都不夠這間好吃 我不知道原因是什麼 可能餅底不同 泰國街邊都有 都有一些不知是印度人 還是巴基斯坦人 站在那裏做的 但是這間哈爾米雜 真是最好吃 然後第三樣東西 這就是我昨天 我昨天又去了葵廣 屌你老母仇 我昨天沒事做 又去葵廣 我本身想扭卡 但是公眾假期 實在是太多人 所以我都沒什麼心機走 上去三樓那裏 就買了一些麻辣食物 因為我見很多人排隊 有些年輕人吃麻辣 我都很久沒吃過麻辣 因為我吃麻辣 怕聲音會爛 但我不管 有時那些東西 想吃起上來就照去 就上樓道去 屌你老母排隊 我都排了十多分鐘 也不算排得久 十多分鐘 然後我就排 然後我點了一個麻辣涼皮 它有青瓜 有些少少枝竹 然後我加了雞絲 其實不貴三十多元 我走一邊吃 我覺得真的很冷靜 雖然它很冷辣 因為我小時候 因為我住馬江山 它有一間雙心酸辣粉 那時候我和朋友 學車和朋友吃完之後 回來 吃完雙心酸辣粉 然後它就收了皮 它又沒有冷了 撿冷了馬江山的雙心酸辣粉 灰冷了 那時候經常吃的雙心酸辣粉 很想念那種麻辣的感覺 於是我就試了這個麻辣涼皮 在這個葵廣 我忘記一間店叫什麼名字 有時候都忘記葵廣的店 那些店叫什麼名字 但好吃 真的很好吃 它有些青瓜絲 有些枝竹 有涼皮 然後又有凍凍的 然後呢 其實如果雪凍一點 會更加好吃 如果它雪到很凍 你沒辦法 幾十元你想它怎樣 難道它真的在冰櫃裡拿出來嗎 它都是放在那裡 看著它混合 嘩很辣 辣到我頭又癢 頸又出汗 但是很想過癮的吃麻辣的感覺 我都是叫小辣 太辣我都吃不到 我有個朋友叫中辣 但我都吃不到中辣 嘩吃完之後 你有沒有整個嘴唇腫了 然後我馬上走 我是吃小辣 我吃完之後 我的嘴唇腫了 然後它在旁邊有一間 是有什麼芒果西米露 什麼芒果椰果 總之有些椰漿 那些東西喝的 就好像十多元杯 我馬上買了一杯芒果西米露來喝 嘩你有沒有 好嘩個人 真是好嘩爽 剛吃完麻辣 然後到旁邊做一杯芒果西米露來喝 嘩你有沒有 真是無論得輸 但是我覺得自己肥了 我是減不到肥 我經常說減肥減肥是減不到的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些食物的東西 我發覺做這些飲食節目都幾開心 自己可以回味的感覺 又可以介紹給大家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試一下石門的勾砌 深水埗西九龍中心隔離的這間客義米集 以及去攜港吃這個麻辣涼皮 今天這個飲食節目的分享 就做到這裏 希望上海人民可以盡快解禁出來喝飲食食 照舊 至於喜歡我的節目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